王Sir說這些 讀與茶室又再停業 1900年 孫中山委託助手陳少白 在中環時丹尼街24號 開辦《中國日報》宣傳革命 報社一度成為革命黨的總部 協大銀號在中環永一街6號 樓高三層 銀舖老闆叫周仲鵬 馬昭曼是他的伙計 1932年 周仲鵬有意結束協大銀舖 四處找賣家 但無人問津 李次南是石塘隊共和茶樓的經理 許有意志立門戶 周圍去找地方開茶樓 馬昭曼在共和茶樓喝茶時 和李次南講起協大銀舖不做 李次南無意思頂手協大銀舖 但就認為樓高三菜物業 才是開設酒樓 邀請馬昭曼一起做 周仲協大銀舖原來地址 開設高級茶室 兩人一拍即合 找一班朋友 合資港幣5000元開店 茶香西月底 王末是茶室的首兩位伙計 為了符合高檔茶室定位 他們商量過之後 決定用唐代茶姓陸宇作為店名 命名為陸宇茶室 以下簡稱陸宇 有傳陸宇茶室前身是早市茶室 後來改名茶香室 應該屬於誤傳來的 陸宇莊收倉揚成嶺南茶室風格 水磨石地板、雲花、廣州式商房 廣下文初時代 上海法租界的西餐館莊王 大幼上世紀初 歐美樓是裝飾藝術風格 招牌用實森柚木 適宜梅舌落上精巧雕花建造 上面有陸宇茶室四個鋁空大致 礦線穿過雨白玻璃極為典雅 茶室用柚木為主要裝飾材料 清晰座椅多送酸枝花梨木 柚木製作配雲石、餐桌卡位 地下大堂中式柚木浮雕 雙意大利彩色流離畫 分別叫做一帆風訊和前程萬里 古董吊線吊掘在天花板上面 半邊是古董彩詞碧平 擦上美麗時花 白色玻璃碧燈、門後和門柱扶手 都系上白沙 在中式為主體當中 甚至西式室內設計元素 1933年6月11日 農曆5月19日 而喬村新居6月開張 李次南哥哥李蓮做三樓掌櫃 馬永蘇做二樓掌櫃 何偉做地下掌櫃 陸宇地下有22張桌 都是留給熟客 熟客通常都是自己固定的位置 二樓有21張桌 三樓有25張 比其他茶樓入座 三層樓都有卡位 地下六個、二樓六個、三樓三個 二、三樓都各有三個廳房 每層有4個樓面和2個女工 全部員工大約60人 陸宇只要供應的茶有6種 包括普里、陸安、龍井、香片、白馬丹、鐵觀音 樓上一個小規模茶倉 儲藏超過15年的寶里 浸店之寶是清潔文初、明陽海外 銅昌號、宋聘號、陳文號出品的古老茶餅 陸宇風格比蓮香、德雲等茶樓為高 收費都貴一些 一般茶樓的茶錢每位4仙 陸宇用茶棕切茶收6仙 桂旁放置譚魚是陸宇的特色之一 茶魚除了給客人套譚之外 客人和伙計亦都將涼了茶水倒入譚魚入面 天台一部份作為廚房 地下日間做竹星蛋麵工場生產全蛋麵 夜晚變成廚房製造食物原材料不假外求 陸宇保留廣州流行的星期美點制度 點心單每個禮拜換一次 內容會因應季節珍甲 點心師傅以蠻宮油為祖師 他最擅長做東容酥即老婆餅 酥皮餅食成是陸宇茶室的名食 其他點心師傅包括 黃照 真友 黃蓉 何智 朱惟 黃亭 張強 張榮 除了冥茶點心之外 還兼營酒席供應包心赤土 鎮店之普菜式 用傳統方法攀製包括 拒恨白廢湯 珊瑚粒炒翅 雲腿夾片 奉承煎蝦餅 古法脆皮糯米雞 將白衣黑庫唐莊的唐官 拿著熱水壺和客人添茶水 是陸宇的特色之一 唐官也得不到一個熟客 知道是坐給一張桌子 喝什麼茶 吃什麼點心 唐官也會為熟客提供額外服務 例如代購報紙等等 每個得到的小費 可能還多有普通上班做個工資 1945年6月12日上週 民軍飛機在中環手道頭下燃燒膽 其中一個在陸宇門前爆炸 陸宇輕微受損 陸宇是民營雅士流連的地方 詩人 藝術家 學者 聚殺一堂 包括 粵劇紅寧 許宇雪國仙 辛馬詩珍 梁醒波 任健輝 白色孫 藝術家 張大仙 鄧芬 趙少昂 楊善心 黃碧君 黃永玉 任百玲等等 他們和老爸關係良好 經常都送物寶給他 1949年12月6日 張大仙由成都飛去台灣 後來暫居香港 其間京城光顧陸宇寫陣書畫 給良憑自由 其中幾幅特別題字陸宇通主 以至交好之情 包括1946年和舊王孫 溥如合寫的松崖高日 畫上的蒼蟲出自溥如首筆 松崖高日 他於抗戰勝利 滿了一個解體 溥如當年 維乎關外的內府書畫 漸次散出 張大仙趁探訪多年未見的舊友 趁機會搜羅東北流散的書畫 1952年9月 張大仙創作六隻牆的黃山蟲雲 北上記名當年在陸宇品面的程座 客居鄉下 匆匆經碎 不時與二三憑舊 絕冥陸宇 往來記久 睡成熟客 常氣為口號雲 滿堂真漢張夫子 識得求驗不用差 慶張別去 朋友臉稱不可無意留念 援寫黃山蟲雲以待堤壁 黃山故意雲霧查明於世者 任神下屬人張大千援 這宗美談 登上華僑日報版面 這些物寶 登陸宇茶室裏面展示 隨著時間遷移 新界日漲價值不飛 江玉球是清末漢林江孔恩第十三個仔 1929年 入國仙星劇團第一屆班 藝名南海十三郎 以下簡稱十三郎 1935年十三郎為粵劇名 《涉國仙》 編寫深星類影之後聲明大噪 遇滿省港澳 涉國仙以上不禮待 十三郎去到陸宇任飲任食 花費全部由涉國仙比 1953年10月26日 十三郎在大道中 高星茶樓附近十字路口 向路過的人大聲演講 講時事 論政局 其後被警察帶回警署 判斷去精神病法 轉入高階精神病院 1956年6月1日 中午12時30分 四十四歲的男子何神寧 聲稱陸宇斯里 是他的孤長 正式白狀之後被驅趕 他與伙計發生爭執 結果頭部被打傷 何神寧在三島內 拿出一條蛇 跪在地上 對著蛇祈禱 警察到場 拘捕何神寧 送到精神病院 1960年6月初 十三郎去陸宇茶樓 找某記者 記者不在場 十三郎將茶室定座 排施難才離開 到陸宇飲茶的人 大島有身份有地位的名人 為免十三郎需要其他貴客 請了印度石黑教徒 守在地下大門 由此開創了香港茶室 請印度人搜門的先例 6月18日 十三郎再去陸宇 印度搜門人阻止進去 糾纏之間 十三郎受傷 十三郎從此 就沒有在陸宇出現 1975年5月4日 英女王訪港 港府原先安排去陸宇 品嘗港式飲茶和食點心 陸宇已經訂滿了位置 不接待英女王一行人 陸宇一向都不接受訂位 這件事令陸宇茶室 登上香港最囂張茶室的榜首 7月1日 廣東物理號著事 便贓和英國駐日本大使夫婦 去陸宇吃晚飯 一行人對陸宇食物服務 讚賞備知 和陸宇地廳全體適應 和掌櫃與情感握手道別 同年 業主收回店舖重建 英男陸宇簽出 這件事不知是否和得失英女王有關 位於中環 士丹尼街24號的興隆大廈 德聖酒樓找人鼎讓 陸宇組成有限公司 承鼎物業 得到霍英東 郭德聖 王寬城 何添 何賢等等 近20個屬客富商投資 門口招牌又舊紙拆下來 在新舖重裝 1975年12月15日 六月搬到士丹尼街繼續營業 員工有60多人 12月30日 六月解雇12個廚房工人 只補償一個月薪金 其餘員工停工 向資方提出多項要求 向港九酒樓茶室總工會求助 1977年5月5日 李福球繼彌敦義出入民政司 六個新舊民政司 一起在陸宇食下午 包括 何禮民 徐家祥 陸鼎 基達 李福球 彌敦義 1990年 興隆大廈放盤 陸宇買了半業權 張大廈改為陸宇大廈 1996年 一個雅策 偷了十八幅名畫 當中很多 都是特意送給陸宇的鎮畫 最有價值的是 張大仙 余平白 鄧峰的物寶 這些畫在哪裡 成為陸宇的未解之謎 2002年 有說家林之稱的香港富豪林漢烈 在陸宇每天固定的十八號台 和朋友喝茶的時候 租職業槍首近距離槍殺身亡 2010年 陸宇登上米芝蓮推介 2019年10月7日 香港蘇富比 秋季百賣 中國書畫專長 呈現陸宇茶室 登藏藍章 不普作品 當中包括兩幅張大仙日品 黃山松雲 股價六百五十萬港元起 拍出一千五百七十七萬五千港元 松崖高日 股價八十五萬港元起 拍出二百萬 2020年4月1日 陸宇為了配合最新防疫措施 暫停營業 5月1日 陸宇復業 早上七點鐘啟示 2022年2月12日 陸宇宣布 因為最新防疫措施 停業到另行通告 陸宇茶室 地址 中環史丹尼街 24號 交通 廣結中環站 D2出口 2出口 л河 5 9 9 谢谢观看